哈囉大家好,我是營養師Anita 之前我是負責富幼病房的營養師 在耳科病房時,主要接到醫師照會的原因 大多是因為營養不良、成長遲緩、小朋友低於生長曲線 當父母親被告知時都會非常的緊張 問我該怎麼辦? 我相信這也是大部分家長會擔心的問題 小朋友在成長階段該怎麼吃才可以有足夠的營養 讓他們可以成長卓越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而上成長時期,必備的營養素有哪些? 小朋友的成長期,會從嬰兒出生後就開始 一直持續到青春期 這段時間呢,體內的骨骼、肌肉、神經 都會不斷的進行合成 所以小朋友會開始長高、變壯、心智也會慢慢的成熟 在這段期間,營養狀態就是支持孩子成長的重要能源 充足的營養,孩子就有足夠的本錢去長高茁壯 不過從國民營養調查發現 現在的小朋友普遍存在幾種問題 像是嘗試外食、愛吃甜食、喝飲料 蔬菜跟水果攝取不足的問題等 導致體內營養狀態失調 不僅會影響生長狀況 而且容易會導致肥胖,增加健康上的營養 要讓兒童正常成長 建議家長要多注意小朋友平日的飲食狀況 並且多補充這些營養素 第一,就是蛋白質 在發育時期蛋白質會促進體內的肌肉、骨骼、血液和免疫細胞的合成 是孩童成長發育時期最重要的營養素 建議可以多吃蛋豆魚肉類、海鮮類和奶類 去補充足夠的蛋白質 第二,就是鈣質 在成長階段,孩童骨骼的大小、長度和密度是不斷增長的 而鈣質就是骨骼與牙齒成長的關鍵營養素 根據國民營養調查中發現 6歲以上的孩童普遍有鈣質攝取不足的問題 建議學齡兒童每天要攝取兩杯牛奶來補充鈣質 如果沒有喝牛奶習慣的小朋友 建議可以補充兒童鈣粉來滿足成長需求 再來 我建議兒童在成長期可以適當的補充魚油或棗油 主要是為了攝取其中的DHA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嬰幼兒可以每天攝取100-250毫克的EPA加DHA DHA可以幫助孩童提升專注力、學習力、認知 還有記憶力等 是腦部發育時不可或缺的營養素 如果孩子沒有每天吃魚的習慣 就建議家長們可以挑選兒童專用的魚油DHA 來讓家中的寶貝補充喔 以上的成分都是孩子在成長期重要的營養素 其實在均能飲食的情況下 通常是會補充足夠的 父母親可以不用太過於擔心 不過如果孩子有挑食的習慣 家中藏外食或小朋友不愛喝牛奶等 那就建議家長可以考慮讓孩子補充保健食品 並且幫孩子漸漸的養成飲食均衡的習慣 這樣才是維持健康的永久之計喔